陈城国小的学生首先带来乌克利利以及陶笛演奏 来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 展现在学业以外的优秀表现 台北的东兴福伦社自102年起 就开始捐助水里乡陈城国小 除了提供大批书籍来鼓励所有小朋友踊跃阅读 也捐助奖助学金来帮助弱势家庭的学生贡献很大 今年我们很荣幸他们继续来送书 我这样的爱心我想对我们小朋友在推展阅读活动这个部分 相信帮助非常大 学生都能够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报告 然后写成阅读新的之后 利用学校适当的时机都会举行经验的分享 让小朋友能够更加的对阅读产生更大的兴趣 我想这是这个活动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东兴福伦社在过去三年 我们连续对于这个南投城城国小 我们就是说进行一个捐书捐助奖学金 并有一些奖品来鼓励一些阅读成绩优秀的一些小朋友 我们认为借由这个方式 我相信能够大幅的缩短城乡的一些差距 只是东兴福伦社原本就是预计补助三年的计划 面对今年是最后一次的捐助 成城国小的家长是很希望福伦社能够继续来关怀 天乡孩子提供帮助 每年给我们一些一批新的书籍 让这些孩子害不释手 所以我看在眼里面 我特别特别地感激东兴福伦社这些社员 也期望来年能够继续帮助我们这些孩子 帮助我们偏向补充我们这些资源 学校方面也表示 有了这些书籍 小朋友的阅读资源增加 视野也会因此而扩大 连带也让科业成绩变好 加上奖助学金有效帮助到弱势的孩子 希望公益团体能够多多提供协助 下方的关注吗